接下来这位演员忽兰 他还有一个白天正经的工作 忽兰挺了不起的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 他来了公司以后 狠狠地打击了我们公司那些 交大毕业生的气焰 我们都很喜欢呼喊 大妈也就神经病不辞职 可能就是学那个什么网络 什么网络工程师很厉害 现在呢在一个公司 做着一份网管的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不辞职 神经病 大家都知道公司 给那个网管的工作 的工作性质 就是你呢 遇到了任何电脑上的问题 如果重启不能解决的话 就可以去找忽兰这样的人 帮你重启 做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她呢 她的同事们 其实不知道她说脱口秀 有一次她演出 我就微博帮她转了 那个演出的海报 很多同事就发现了 我说原来忽兰说脱口秀 同事们都纷纷放心 尝出了一口气 就是忽兰平时 很多诡异的行为 都得到了解释 上班时间 一个人自言自语 无端发笑 对着空气 手舞足蹈 晚上从来不参与集体活动 同事说 哎 忽兰你干嘛去 我演出 很神秘的一个人 忽兰挺好的 没有什么 就一个缺点 就特别爱吹牛 来我们家喝酒 一次请她来我们家喝酒 很多我们都先到了 这样喝 她咋了 后来进门第一句话 说我这辈子没喝多过 我说来 你跟我坐 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吧 一个人体喷壶 就坐场吐的 满地都是 吐完我把它收拾 睡 睡了一个多小时 悠悠转醒 酒还没醒 人醒了 然后嘴还咻 我说会ng 后来喝多干嘛 我说没喝多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吧 我在大为殷寺 真的 大为 我说 你这大为 你取得证据了吗 取得了 取得证据了 我说证据上写的什么呀 新年 所以呢 给大家听一下 后来那天 从我们家喝酒回家之后 这他酒醒了之后啊 我送走他 他到家 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大家安静地听 好吧 单总 我到家 我到家 我到家了 更荣幸的是 我没有喝醉 咱改天再聚了 拜拜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有信念的花 大家好 我是人体喷壶 我是霍兰 我是霍兰 然后太厉害了 那某人真太厉害了 我东北人 你们看出来我是东北人吗 才不出来是吧 很多人说你是四川人吧 你长得像大熊猫啊 我东北人 我来了上海十多年了 我觉得上海是个特别宽容 特别包容的城市 经常出来演出主任会介绍 下面有请来自东北的原员霍兰 有次主持人就忘记介绍了 上海自己找这个梗 我说你们猜猜我是哪儿的人啊 还带着耳化音 下面做了五十六岁的上海大爷 特别自信 你是外地人啊 特别宽容的 特别包容的 刚才大家怎么讲 什么哥伦比亚大学 我真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精算硕士毕业 也还好 也还好 这不也来说偷偷秀了吗 对吧 学了这么多年精算 真没算到有这么一天 你知道 真的 这种学校里面都是学霸考 学霸之间也得考试 分个什么三六九等 我就是那种 九等 对吧 你们看出来吗 真的 当年我们有青龙考试 特别难 全班四十多个同学 满分一百分 平均分十分 我考了五分 我们还跟每个同学 考了两分 日本同学考了零分 我们还跟北大大姐 考了九十一分 就这么厉害 复习前一天特别厉害 自己领了本书 到图书馆里学了一天 第二天出来考了九十一分 我们几个傻子 搞了一个star day group 跑个图书馆里面 疯疯火火 嘚瑟了一天 加起来考了七分 然后我不知道 中国学生好像经常学习 手啊会磨出那个简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 就这个地方会磨出来 对吧 我之前跟我爸抱怨 说吧 你看我学了 手都学出简子了 他说谁没有 后来才知道 他那是打麻将磨的 真的 后来我跟美国同学讲 简子啊学出来怎么样 他理解不了 对吧 他理解不了 一个考五分的人 怎么能把手学成这样 真的是 而最近有一些感想给大家说 我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代人 很多生存技能 跟上代人差了很多 你像我就 到现在为止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 你像我爸 给他放在没星星的地方 一样给你分得清清楚楚 真的 前一天有看那个电影吗 什么战狼 虎海青东讲 那个什么小战士 救那个侨胞 两个人走散了 然后那个 还拿喇叭的问他 说你在哪 你在哪 他说我就在这个 小广场的东边 二十米 特别精准 对吧 去了就把人给救了 我在想我要遇到 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对吧 他说你在哪 你在哪 在这个小广场的 这个旁边 对吧 我说你没看见我吗 我说你真没看见我吗 把你坦克打个双闪 行不行呢 真的是 不是能力的退步 另一方面 也是科技进步 对吧 你看什么快车 现在啥人都能开 对吧 给个导航就能开 前一天我也打车 然后来了一个 特别好的豪车 这么好的车 有钱 家里四五套房 什么之类 我说那你开什么快车 周围都是有钱朋友 天天跟他们大吃大喝 对身体不健康 然后后来说开心了 他说小伙子 你说说在上海 没个两三千万 都算不成中产 我当时居然给个差评 辱骂乘客 你知道 还有很多技能吗 你比如说对我来说 我什么家里的辈分 什么也分不清楚的 过年回家都认不清楚 你像我爸 什么是轴礼 什么什么廉金 分得清清楚楚的 我能分得清楚 我大爷跟我大姑 已经是极限了 你知道 真的 很多年前 第一次回山东 我祖籍在山东 他们跟我说 你除了在东北 有一个老爷之外 在山东你还有两套老爷 他们说两套老爷 我说山东是可以 这老爷跟煎饼果子 是他怎么还论套 你说 我说姨老爷 旧老爷 一直是三四十个人 后来我想明白了 就是为什么 他们算得这么明白 就是封建社会 动不动 不叫猪九族啊 猪三族 对吧 就得提前算得明明白白的 该跑路就得跑路了 你知道 你像我这种 就是上了刑场 还有一半亲戚都不认识的 人家还跟我介绍 我说你二舅老爷 我说二舅老爷好啊 他说都长这么大了 咱们还没走过亲戚呢 我说不用走了 咱们今天一起走 我喜欢喝酒 刚刚汉丹总也说 我喜欢喝酒 但我自从把人家 喷成那个鬼家 就没人再邀请我 去人家喝酒了 我就去酒吧喝啥酒 我不知道你们去不去 那个上海的酒吧 就给我做大的感受 就是太贵了 真的一杯酒 七八十一百多 对我这种东本人就很难受 就你没点钱 根本喝不醉 真的 去酒吧买醉买醉 真的是去买醉啊你知道 有时候你自己花钱还好的吧 你自己买单 有时候朋友请你喝 你就得情商高 得得体对吧 喝两杯之后该醉就得醉了 对吧 不行了不行了 站不起来了 站不起来对吧 酒不醉人人自醉 说的就是这样玩 你知道 你看我们东北经常 扔酒瓶的耍酒房 就太便宜了你知道 上海你看都穿成那个样子 特别优雅 对吧 坐在那都不动地方 一杯酒喝两三个小时 酒都不动地方你知道 你看我们东北还有劝酒的妈 好像干了干了干了 对吧 上海你也看不见 对吧 干了干了 干不起干不起 对吧 酒吧里面还有个特点 就是你不经常去 你就看那个酒名和那个配方 你就根本不知道 能跟你上个什么玩意儿 真的很多年 想我去 我没怎么去过 还跟一个异性捧起去 然后去了 你还不能露怯吗 我看了半天 我说就给我来这个 新加坡司令吧 给我上了一杯粉嫩粉嫩的酒 可能女的不说话 但你也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哇这大老爷们怎么这么娘呢 对吧 我也冤 我哪知道新加坡司令这么娘呢 对吧 还有一种酒叫今夜不回家 其实就有病 你知道吗 劲儿贼大 你以为今夜不回家 是这种对吧 跟异性含蓄地表达一种情感 对吧 喝完才知道 今夜不回家 让你睡酒吧 你知道吗 你们看酒吧里 真是有那种男的 对吧 西张阁里头那个样子 特别会撩 对吧 我有酒 你有故事吗 对吧 我们投学院 都说我们有故事 谁给我们酒啊 对吧 真的是 但总说我是什么 王管没有的 我是不是王管 是程序员 你们看得出来吗 程序员 看得出来 对吧 很多人家出来演出 说你格子衬身呢 洗了 别问 好吧 真是 经常还得出来演出 写段子啊 什么之类 平常还得加班 平常工作的时候 不可能写段子吗 今天改Bug Bug也写得比较多 对吧 对吧 我段子都是地铁里写 也比较远 上班下班 一个多好事 经常看到我11点多钟 然后赶着末班地铁 臭红红的 然后背过大书包 程序员都喜欢背 一个大书包 装自己电脑 赶上地铁之后 就站在那边过 那个段子 一个在那边过 就有一次要不要心 过着过着 把我段子雇出声来了 你们会吧 就把心里想说的话 说出声来了 然后眯着眼看 发现整个程序 开始骚动了 他们觉得 哇 这忙人开始卖唱了 后面还背着音箱 然后两个月前 我还去参加了一个 什么程序员大会 然后我们这种程序员大会 都特别喜欢 选在这种五星级酒店 特别拧巴 对吧 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下了事之后 发现100米以内 有很多跟我气质 差不多的人 对吧 跟着走 基本就走不丢了 真的 我们特别地自信 我们那个时候 穿着背心短裤 人子托 就出入五星级酒店 都不露怯的 大摇大摆这么走 就旁边穿西装 这种土豪 他都露怯了 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走错了 对吧 这是五星级酒店吗 对吧 这旁边都是什么人啊 我说穿成这样 还这么自信 你得多有钱啊 中午吃饭 12个人大桌自助餐 然后旁边都不认识 就行再交流一下 一中午 我一共就说了一句话 就跟旁边的人说 我说你再胖 我看一下位置 我再去拿点 真的是 刚才说 我说我们穿着怎么样 不是说我想黑我们 就是这种场合不想穿好 不是我们不想穿好的 对吧 就是穿着好的 会被其他人鄙视的 他说成群穿成这样 一看就技术不行 对吧 你就得蓬头垢面的 特别油啊 那种东西 一看大牛 没时间洗澡 对吧 真的 头发特别油 特别厉害 做牛的还不是头发油 做牛是没头发的 你知道 然后我平时做什么 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这方向的 其实这样子 就是听着很高端 他现在很来气 很多新的东西 吵这种概念嘛 叫什么智能 智能怎么样 你看那个什么 男士那个什么 小便冲水马桶 也叫智能冲水马桶 经常往那一站 我这裤子还没剪到 哗开始冲 干嘛呢 我说没剪你 哗开始冲 他那感觉 哎呀我先尿了 你随意 对吧 有时候你去朋友家 会不会也是吗 天天跟你说 我家智能家居 听得懂人说话 怎么样 对吧 带你去的时候 什么开 然后没反应 对吧 开灯 然后也不亮 对吧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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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终于亮了 还在那边 纯看多好 听得懂人说话 我气得 我家走上 二年前的灯 不听得懂人说话吗 我啊一下 不就亮了吗 还有你这么复杂 对吧 哎真的特别 然后最近我感觉啊 就感觉很多人 都是孩子 我觉得现在小孩 真的挺苦的 小的时候还得学什么 乐器啊 才艺啊 什么之类 我小的时候就是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 你们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对吧 我学了五年之后 我妈也没看出来 你知道 真的啊 学到后面 我跟我家人都崩溃了 你知道 学到后面 我觉得那个琴 都崩溃了 你知道 我还能发出 这么难听的声音 真的 真的是 我妈就是上一代人 就是那种 常见的上一代人 就家里特别节约 省水省电啊什么 家里洗手的水 洗菜的水 流着什么冲厕所 动不动还总跟我说 儿子啊 你看看你家这马桶啊 怎么总堵啊 那水里啥都有 它能不堵吗 儿子你帮我通通 就总帮它通 对吧 通通什么土豆皮 通着通着白菜叶 通着通着小青菜 感觉在围着马桶 吃火锅 你知道吗 真的是 然后最近总讲 说一个中国人 应该学点什么 逻辑和常识 我觉得真的 就成为中国人的必修课 就成为必修课之后 第一个给我妈 报一个这个班 你知道 很多道理跟他没法讲的 前段时间下雨 他打车 加了个价回来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黑心什么 坑我怎么什么样子 我说这不就市场经济吗 下雨天加了个价 你不是回来挺好的吗 要不然你还在雨林镇呢 我说你怎么能帮外人说话 我说咱就识论识地说 这什么万人不万人 他想了想 昨天还去市场 给你买葡萄吃了呢 一没常识 二没逻辑 我就总想劝他 跟他讲道理 后来总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就回屋就冷战 就不说话了 后来我想清楚了 家庭生活中 没什么道理可讲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我妈之后再跟我说 昨天还去市场 给你买葡萄吃了呢 我说那会也都吃完了呀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还带我妈去了 趟美国旅游什么 不知道你们发现 就带父母出去玩 就特别地麻烦 就是各种东西 我自己不管去哪 我背个书包 装点东西 就走了就走了 对吧 我跟我妈出去 虽然一起走 我通过塞什么 小洗发水 小沐浴露 什么一次性脱鞋 还给我塞一堆保鲜袋 说这是放脏袜子的 这是放脏内衣的 我就搞不懂 你穿那脏袜子 保那么鲜干啥 对吧 真的是 然后刚才说 我是东北的 我好多年都不回去了 就是 真的就是 回去特别方便嘛 高铁啊 飞机啊什么这些 就是不想回 就是因为回去之后 看到我小的时候 跟着混的那个大哥 变成了润土的那个样子 就特别地伤感 真的 大哥当年叱咤风云 我是自愿要加入他 你说 我说大哥 你带我打 啥之类的 大哥说你学习好 你就写作业剑 我们抄 我给你封一个文官 是吧 我说大哥 这个做文官 除了见你们抄作业 还干啥 他说就是那个小朋友 都到齐了 你再喊一个什么 上朝啊 什么这些就可以了 我说大哥 这不是文官 这是宦官啊 对吧 对吧 我读书少 我电视剧里全看过 对吧 我说不是的 我是那时候 正常在放三国 我说我是诸果量型的人物 我是军师 对吧 还给得出主意 我说下次咱们 再跟隔壁小区 小朋友打架的时候 你不能两伙人 咔上来就这么干 对吧 我说你得一个人 站在这勾引 其他人打你 其他小朋友 藏在楼道里面 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再杀出来 你得整这个 这是伏兵 你知道 我都给安排好了 我就到三楼量台 然后从下往下看 你知道吗 还拿着我爷的扇子 还在那边扇 你知道吗 然后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就不知道下面哪个小孩 为了眼子逼针 就把门从里面给锁起来了 打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没杀出去 我从三楼往下看 那个大哥被打得惨 真的是对不起 真的是 是务实人非 当年真的 我都跟大哥说 大哥他欺负我 你帮我砍他 是吧 现在都是动不动 给我发个微信 对吧 帮我砍一砍 一个拼多多的连接 是吧 真的是 太伤感 然后后来这种嚣张 是一以贯指的 后来去什么 纽约啊之后 跟黑人打篮球 天天跟朋友吹 打爆他们 不处怎么怎么样子 后来我朋友说 你如果你别在这儿吹 他说你去纽约的洛克公园 去打篮球 那个地方 科比艾夫森段那边打篮球 那个地方输赢篮球 是要剁手指头的 我要这么多手指头干什么 再给你们讲个 有文化段头 文化人文化人 就曾经有个作家 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好看的人啊 就像一个漂亮的匪业 就让人情无自禁 才想要读下去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丑的人 才让人情无自禁 想要读下去 真的就地际上 那边我看见一个漂亮姑娘 我不好一盯着人看嘛 你盯着人看 显得猥琐嘛 我就故意侧过来 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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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吧 那边来了个丑的 就不一样了 你看了还想看 真的 你看一会儿 你就一会儿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丑呢 对吧 你还想看一眼 对吧 哎呀 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对吧 你总想看 后来韩安说的 就让我特别地赞同 他说你们觉得 好看的姑娘撒娇 威力无穷 不是的 那丑的姑娘撒娇 那才叫一个威力无穷 真的 前段时间夏天 我在一个水果店里面 买水果 就是看到一个 不是那么好看的姑娘 跟她男朋友在撒娇 她说我要吃菠萝吗 吃菠萝 吃菠萝 男朋友说家里还有水果呢 她说就要吃 就要吃 我就要吃 看着我那个难受 我差点上去说 你不给他买 我给他买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有人看过我的个人专场 汇报2021的全国巡演吗 因为没演 所有人都关在了上海 上一次我办巡演 是2020年 有人看过吗 因为也没演 前脚卖票 后脚全球疫情就爆发了 是吧 我现在就在反思 我选择巡演的时机 跟忽然选择股票的时机 是差不多的 反思一下 不敢选了 我现在呢 我郑重承诺 不轻易办巡演了 好吧 那海外的公司还请我 说预约 三年后可以出来了 到时候疫情肯定结束了 我说快别这么说 忽然也跟我说过 大盘不可能跌破3000点的 因为我私在上海 基本上所有的演员 也都在上海 不光我一个人没得演 上半年全没得演 是的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 除了上海的脱口秀演员 果然传摇一张嘴 气摇跑断腿 忽然表示被造谣 到都不想气摇了 想事咋了 都有又火了 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也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最近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然参加火斗 出场飞一小时 在300万到500万之间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 怕亲亲看见 产生不及时机的误会 但她发完还正打字要解释呢 群里的亲戚 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的群里发 谢谢大家 对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 什么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说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 姚珍是三五百万出场费 海伦得到我们坐在这看吗 那么这些偷游演员 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 天家一人来了 我觉得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偷游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上坟 一旦说我听到了 下次工资给你发三五百 而且刚开始 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都没带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 胡来 三百万到五百万 是多打个零吧 要不然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评又笑长的 脱口秀也没想到 找律师是证明自己正的少 后来这件事情 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 公司出律师喊屁谣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喊屁谣 自己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出律师喊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 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屁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 传下去 突然是想换雄成精 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是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原来谣言转发 超过510抓我啊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对吧 铁丝往后面一只小焕熊的 还帮我注意 忽然你确定 你是造谣的被害者吗 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 文章配图是李淡 你就觉得说的也没错 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个我们突如鱼界 扣扣扣扣扣扣 好几个人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声我来组成头部 今天呢是让你们来给他们拍灯的 放松 比赛还有6个月才开始 接下来我们马上 开启我们的脱骨秀跨年 第一位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 今年这个股票基金很火 普兰带我投资 带我理财 带我上天台 好朋友 普兰就一个理念 让我们把挣的钱全部拼回去 掌声欢迎胡兰 大家好我是胡兰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新的脱骨秀大会 快点开始吧 我们好好给大家好好说脱骨秀 不开始你就会看见我们到处跳舞 说唱 搞时尚 但我发现你们好像也不爱看脱骨秀 就要看这个是吧 太多练了 不像 不算 我觉得今年除了参加退休大会之外 我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真的都干什么事 带着李旦 还有其他几个同事开始炒股 回馈社会 就这样 许致上还想跟我炒 我说你算了吧 他说哥你是嫌我没钱吗 我说老弟啊 你一个红绿色盲 我说股是不是太勉强了 李旦在退休大会上面说 什么带着他抄底啥的 是实际情况是 我一看股票跌了 我说李旦快买 千载难逢 买完第二天跌得更厉害了 李旦说这咋整 我说人巴菲特说了 别人恐惧我贪婪 接着买啊 第三天又跌了 别人还恐惧 我们没钱了 然后我们也开始恐惧了 后来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和巴菲特差的是理念嘛 差的是钱啊 而且啊 最近周围很多人到年末了嘛 开始做的新一年的个人规划 到年底 明年年底他们就发现 一件事都完成不了 我说你们想想看 那个四个日历都撕不到一月底 你还做啥规划 事情能不能做成跟能力有关 和规划没啥关系 你们觉得我没拿退休大王 是因为去年没规划吗 还有人说什么 新的一年我要出国旅游 那是你的规划吗 那是国家的规划 我感受到拍灯的压力 有点梗不敢拍 而且我真的发现 一到年底 大家就会做很多荒谬的事 去年 我不知道你们级别看不看这个节目 去年跨年的时候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把繁星的事写下来 放进一个塑料小球里面 然后扔在地上 请了一台压路机 把那个小球压碎 就纯物理迷信啊 就哪怕你烧呢 我奶奶看到 你们这个迷信的方式 是不是不太科学啊 而且说实话 我就发现 去年跨年上面有抱怨的那些事 现在都不是事了 问题没解决 但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去年就在这个跨年上面 我抱怨 我说七天做一次核酸 是不是太频繁了 我捅鼻子 鼻子疼 捅嘴行不行 现在看都矫情 前段时间我天天做核酸 爱捅哪捅哪 最好捅鼻子 省着干嘴了 但我今天看完他俩 那个开场舞之后后悔了 应该让他们捅眼睛的 当然说实话 今年还有开心的事 我今年在节目里面和丁宁打了群方球 特别开心 未来那场比赛我还提前训练了 训练 我都问自己 我说忽兰 你这是想赢吗 后来比赛过程 我不跟你们细说 反正就是 我跟丁宁打完 他就退役了 我就到处说 我打退役 但今年其实我没少看奥运 有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反正我真的是那样 就是动不动 就闲人运动员 跑不快 跳不高 周围朋友都说 我说人家运动健儿赛场比拼 你一个亚健儿 这么多话 其实你也不能全怪我 我每天忽视海赫不断练 我能用到手和脚的地方 也就只有指手画脚了 但我其实看那种白米的比赛 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就看他们破记录 就觉得和他们同为人类 我很自豪 就那种 虽然我跑不快了 但他们是人类的极限 但实话是说 人类的极限和科技的极限 其实没法比 因为我就不相信 外星人来攻打地球 他能抓住我 但抓不住苏炳天 除了看奥运 今天还参加了 另外一个全民的运动 就是刷热搜 今天热搜太热闹了 娱乐圈各种非战斗性简员 有时候我觉得感慨 我说这怎么人上了热搜 反而凉了呢 这是什么神奇的物理原理啊 有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热搜上的人 走马灯一样的上上下下 我就觉得现在热搜像一座围城 往下的人想上几 往上的人想下来 但其实娱乐圈还是有亮点 对吧 比如说刘德华出道40年 他说我只是任任工作了40年 很感人 然后看到刘德华 人家说什么刘德华已经60了 我说我都自己这么老了吗 他有好事 人家说周杰伦都40多了 奔武了 我就更崩溃了 我觉得再过一些年 大家都老了 朱约伦出歌 就得叫听爷爷的话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听到一段话 是梁海元说的 他说 他说我买完股票 就应该把APP卸载 密码给忘了 过几年再看 他说忘掉密码 是最好的财富密码 我觉得他的水平不比巴菲特差 谢谢大家伙过来 现在这个脱口秀演员 已经可以互相引用对方的话了 是吧 什么情况 而且忘记密码没有用啊 我忘了你还替我记着呀 不好啊 但是忽然讲了一些 他2021年的感受 等一下呢 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我安排在苏神的旁边 肯定是我自己安排的 很紧张 很开心 我怕给他摸坏了 远点 摸坏了 赔不起 我们请一些 2021年经历了一些 很重要时刻的当事人 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2021年的感受 大家也看到你们头顶啊 还在掉一些海洋球 看到了吗 每次掉满一个字 我们就会触发一个彩蛋 全部都是惊喜彩蛋 对 好